这个女人到超市扫荡 造了满满五大购物车 不花一分钱 超市还倒贴给她钱 一年耗了超市六万枚刀 家里满满当当堆成仓库 光矿泉水都囤了一万瓶 一天喝上一瓶可以喝上27年 其他各种食物 美容用品和清洁剂 加起来满打满算将近一万种 总价值超十万美金 养活了一家十口人 儿媳没事就来逛超市 洗发水 尿片 婴儿腐蚀 要啥拿啥 女人名叫密西 37岁 是一位家庭主妇 一年前为了节省家庭开支 她投悬量追刺鼓 刻苦钻研折价券 宗旨只只有一条 不喜欢花钱 只买打折免费的 拿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 薅最大的羊毛 经过近一年的奋斗 密西成功爱上了这种 薅资本主义羊毛的快感 不仅省下了六万多美刀 还搞了个小超市 囤了八百多罐婴儿食品 三百多瓶儿媳最爱喝的汽水 两百多桶清洁湿巾 一千两百包电池 以及一堆猫罐头 儿的家里压根没猫 之所以买回来 是因为这些东西不仅不花钱 还能小赚一笔 每买一包罐头超市就给60美分 面条每买两包就给21美分 一面整落搬走就给18美刀 好家伙 送人还给钱 真讲究 白送上门的怎么能不要呢 密西大手一挥 直接搬回了家 还买了一堆猫罐头 和一千包面条 其中六百包捐给了食物银行 小仓库满打满算 总价值七万五千美刀 养活一家十一口人还有富鱼 儿媳羡慕不已 打算学习一波 密西二话不说 决定帮儿媳打个基础 先从囤洗衣液开始 每周四 当地招式都会打出超低折扣 为了这一天 密西一周要花35到40个小时 从报纸杂志中 收集5000多张折价券插页 完整剪裁 分类整理 贴上标签 由于数量太多 他专门打了一面墙进行存放 整个小金库 价值超200万美刀 但光有折价券还不够 为了保证战斗的万无一失 周二密西会列出 详尽的采买清单以及数量 确认无误后 去小金库拿出对应的插页 这次他们打算 主攻洗衣液和夜间安眠药 周四一早 密西和闺蜜拿着一大包折价券 开始扫荡 第一站 夜间安眠药 整框直接到 零售价5.29美刀 店内打折价1.99 扣掉密西的2.5美刀折价券 每买一瓶 净赚51美分 白送还给钱 第二站 洗衣液 为了给儿媳库存 打下扎实的基础 密西又双弱镯推离辆购物车 装了54瓶洗衣液 洗衣液6.49买一送一 也就是两瓶 扣去3美元的折价券 注意哦 是每瓶扣一张 他们的优惠券上 可没最终解释权 归本超市所有 也没规定不可叠加使用 所以 两瓶洗衣液 只要49美分 冲完洗衣液 接着冲药布 必须品买完接着转油 由于超市不能退还现金 可以拿其他物品抵消 为此 两人一边走一边算 看超额的钱能买些啥 一波算计 开始算账 我了个怪怪 New Bag Glass 这波战斗 密西花4.53美金 买了1161.22美金的东西 也就是花了32.5 买了8343块钱的东西 包括54瓶洗衣液 114瓶安眠药 4瓶无乳奶精 以及无折口的肉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一年后 小金库复制粘贴成了两 仓库成了末日生存的天堂 总价超过10万美刀 当然这些全是免费的 而且还小赚了一笔 有各式各样的美容用品 600包洗碗液 60瓶洗衣液 72盒蛋糕粉 100盒麦片 200罐冰咖啡 以及1万瓶矿泉水 一天喝一瓶 可以喝上27年 整个仓库的东西 多到一家10口 长三头六臂都用不完 为此 密西经常利用折价券 替那些隔海外服役的年轻人采购 感觉帮他们 就是在帮同样从军的儿子 为了避免资源浪费 他会事先统计出 他们想要的东西 以及数量 比如哪个口味的牙膏 和杀牌子的体香剂 又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购物日 这一次 他打算花35美元以下 购买价值超过900美刀的商品 然后捐给慈善组织 帮助问题青少年和怀孕少女 列入清单 整理折价券 密西和闺蜜杀进超市 意外碰到计划外的打折纸巾 上面有随手撕折价券 购买此品牌任意测纸或纸巾 可抵1美元 纸巾售价为3.25 用了折价券后 一提只要2.25美元 扫完纸巾买咖啡 咖啡的零售价是1美元 促销价70美分 牛惠券可抵65美分 算下来 每买一盒只需5美分 在耗装品专区短暂停留后 密西破天荒买了几大桶原价奶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采购 两人决定干票大的 磨刀霍霍像牙刷 这些牙刷牙线 单价是1美元 而密西共有783张优惠券 每张可抵1美元 也就是说 买这些东西完全不用钱 拆开框里倒 装不下挂边上 一切准备就绪 开始算账 妹子啊 还是太年轻 显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扫了8张牙刷折价券后 机器应付不过来 扫不进去了 只能一张一张手动输入 欧摸666 最终薅羊毛之神 花30.85 买了972.25美元的东西 也就是花了222 买了6986块钱的货 包括五桶牛奶 26盒咖啡 160份美甲产品 以及600把牙刷 晒别输了 人家薅羊毛 省钱还理财 我吃十次烤牙 才能凑够印章 剪两块